嗨,大家好,我是娜娜 昨天我跟嫂子在网上找到了一份 看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工作 于是我就投了简历 对方公司也给我发了面试邀请 现在我就准备出门去面试了 对,她说的是今天 希望一切都顺利吧 虽然很近啊 但是我觉得去面试的话 还是早点去好 所以等一下看一下外面有没有摩滴吧 有的话我就打个摩滴过去快一点 我现在打个摩滴过去 今天天气好好啊 你看,真光很累 肯定是个好日子 面试官让我先在这里等一下 等一下应该就让我进去了 有点紧张 现在到我了 感觉好紧张 请进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好的,请坐 那我们先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我叫吴神娜 我来自湖南 以前在湖南那边工作 现在的话是因为家人过来这边生活 在这边也待了一段时间 主要是想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好的,那你今天过来应聘的是我们什么稿位呢 应聘的是你们这边的学习顾问 学习顾问是吧 那你为什么来应聘这个稿位呢 主要吧,就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 我也想在这个领域中呢 就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提升自我吧 好的,那明白了 那你觉得你的一个近两年的一个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呢 近两年,首先吧,现在是刚来海南 那第一年的话就是求个生存吧 在这一年呢,就是先好好学习 提升自己先 那第二年的话就是求发展吧 肯定是求发展的 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机会的话 我会做更长远的计划 好的,那明白 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样子的 我最大的优势啊 康得住吗 当然了,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以更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大家的 就是提问吧,或者建议 好的,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到最后呢 我这边是希望你这边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自己 评价自己啊 我觉得吧,如果在按生活中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是比较热爱生活的 而且对待每个人都比较贴心的 如果在工作上的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细心,比较耐心的人 而且我会以更快的速度就是适应这个工作环境 好的,那像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呢 其实你这个所有的细心啊耐心啊 对我们这个感觉都是非常符合的 那你看这样,那就是在后面的话 你这边等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通知 好吧 好的 刚刚面试出来 刚刚好紧张啊 现在终于好了 就感觉 面试完了后呢 就整个人都放松了 那现在的话 我就先回家等待好消息啦 希望能争取到这次好机会吧 加油 我相信我可以的 我相信我